我亲爱的孩子们,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从我母亲那里听到的故事。 她从她的母亲那里听到了这个故事,她的母亲从一个名叫李的男人那里听到了这个故事。 很久以前,李是在我爷爷奶奶家工作,他是从中国的南方来的,他知道许多住在那儿的壮人留下的神怪故事。 这是他告诉我奶奶的故事,我觉得你们会喜欢他的。 这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。 在秦和汉之前,当时有人住在我们现在叫广西的地方,这些人叫他们自己为壮。 在这个地方,有一个村庄,叫吴村。 吴村的人们大部分生活在近海洋的山洞里。 他们在山里吃鱼和种大米。 村长是一个叫吴东的人。 吴东有两个妻子。 这在当时的壮长老里很普遍。 我们不知道他的第一个妻子的名字,但是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女儿,一个名叫叶县的女孩。 叶县很美丽,很聪明。 他还有很多技能。 他能做女人的工作,例如做衣服、做饭和打扫。 他还知道怎么把金子变成美丽的金线。 吴东的第二个妻子叫金。 金有自己的女儿叫俊丽。 比叶县年轻。 俊丽不喜欢工作。 对姐姐叶县也不尊重。 吴东是一个好的村长,也是一个好人。 他爱他的两个妻子和两个女儿,但是他的第一个妻子死了。 几年以后,吴东也生病了,死了。 在壮人那里,村长死了以后,他的大儿子就成为新的村长。 但是,吴东没有儿子,因此,无人只能让另一家的人出来当新村长。 叶县,金和俊丽以前都是村长家里的人,但是当吴东死了,新村长上位以后,他们不是他家的人。 他们什么都没有了。 他们只能离开村长住的大房子。 他们像村里的其他人一样,住在山里的一个小山洞里。 他们必须自己去抓鱼,自己种大米。 金爱自己的女儿,但他不爱叶县。 他让叶县成为他家的仆人。 他让叶县做所有的做饭和打扫工作。 但他还给叶县做其他更危险的工作。 有的时候,叶县必须从山里危险的地方拿木柴。 有的时候,他必须从深井里取水。 但是,叶县没有说什么。 他每天努力工作。 他没有朋友,没有时间玩或者学习。 有一天,金让叶县去深井里取水。 叶县走到井那儿,取了一桶水。 他看到水桶里有东西。 他更仔细地看,发现那是一条小鱼。 那条鱼长两寸,有红色的旗和金色的眼睛。 他觉得那条鱼很美丽。 他不知道,那条鱼其实是他死去的母亲。 他的母亲回到人世来帮助他的女儿。 叶县没有任何朋友,所以他决定那条小鱼可以成为他的朋友。 于是,他把鱼放在碗里。 他没有告诉他的继母和他的继妹关于鱼的事。 每天他都会把自己吃的东西分一点给那条鱼。 每天鱼都会吃完他给的东西,会长大一些。 过了不久,那条鱼太大了,那只碗放不下它了。 所以,叶县把鱼放到了一个更大的碗里,然后又是一个更大的碗,然后是一个大桶。 鱼仍然在长大,很快没有更大的东西可以放下鱼了。 于是,叶县把鱼放在水塘里。 鱼长啊长啊,一直长到差不多十尺长。 每天,叶县都给鱼吃的东西。 他把吃的东西推到水里,这样鱼就可以吃了。 每当叶县来到水塘的时候,鱼的头就伸出水面,把头放在水塘边。 叶县就把他的头放在鱼的头上,抬头看着天,并且和鱼说话。 女孩告诉鱼他的问题和他的梦想,鱼听着,但是从不说话。 叶县爱那条鱼,而那条鱼也爱叶县,但是鱼很小心,如果有其他人走进水塘,鱼会游下去,藏在水塘底。 有一天,继母在房子里往外看,看到叶县和那条鱼在一起。 他不明白,女孩和鱼在做什么,但是他喜欢吃鱼,所以继母等叶县回到房子里以后,就去了水塘边看鱼。 但是鱼藏在水塘底,即使金走进了看,他也看不到鱼。 继母真的很想把鱼抓了吃,于是他对叶县说,我亲爱的女儿,你工作太辛苦了,我想给你一件新外衣,脱下你的旧衣服,穿上这件漂亮的新外衣。 叶县很高兴有新衣服,所以脱下了她的旧衣服,穿上了外衣。 你看起来很美。 继母用甜甜的声音说,现在去山脚下的井里取水。 这口井有极离远,但是叶县按照她说的去做。 等女孩走得看不见了,继母马上脱下自己的衣服,穿上女孩的衣服,然后她拿起一把刀,把它藏在袖子里。 她去了水塘,叫着鱼,鱼看见了继母,但以为是叶县,所以把头伸出水面。 继母很快用刀杀死了鱼,然后她把鱼拿进屋子,用鱼做了晚饭,然后吃了它。 这是一顿非常好吃的饭,它比其他的鱼要好吃两倍。 继母不想让叶县知道她做的事情,于是,她把鱼骨扔进了房子后面的粪堆里,而且她没有给叶县留任何吃的东西,而只是给了叶县一些米饭。 第二天,叶县回到水塘去看她的朋友,那条鱼她一次又一次地叫着那条鱼,但是那条鱼没有出现。 过了很长时间,她知道那条鱼不见了,她坐在水塘边哭了。 突然,她听到了一个声音,她抬头看,看到一个人在天上飞,那人飞下来,站在她面前,她很高,穿着白色长衣,她有长长的白发,白发飞向各个方向。 那个人对叶县说,别哭,你的继母杀了那条鱼,在昨晚的晚饭上吃了它,她把骨头扔进粪堆里,去那里找鱼的骨头,把它们藏在你的房间里。 把骨头放在四个罐子里,把那些罐子放在床的四个脚下面。 我必须告诉你,那是一条有魔法的鱼,它的骨头是有魔法的。 如果你需要任何东西,只需向上天祈祷,骨头会帮助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。 女孩照那人说的去做,她去了粪堆,找到了鱼的骨头,她收拾起所有的骨头,把它们搬进她的房间,藏在床下的四个罐子里。 她非常饿,但是她当然不想吃继母准备的鱼。 于是,她向上天祈祷,给她吃的东西。 在她的面前,马上出现了一锅好吃的菜饺子。 她吃了所有的饺子,然后她向上天祈祷,给她一些漂亮的新衣服。 衣服也出现了。 她穿上衣服,然后她手里拿着一面小镜子,看着她自己。 她对自己说, 我想有了这些漂亮的衣服,我可以去参加冻结了。 一年一次的冻结,是在下个星期。 附近所有尊庄的年轻人都来参加这个节日,唱歌跳舞,与其他年轻人见面,与其他年轻人见面,并且找一个可以结婚的人。 叶线真的很想去参加冻结,但是她的继母叫她留在家里。 这是因为金希望她自己的女儿找到好丈夫,她不希望聪明美丽的叶线在他们的附近。 你留在这里。 金对叶线说。 看着院子里的果树,要保证没人拿走我们的水果。 叶线是个好女儿,她总是想要对继母表示十分尊重。 做继母让她做的一切事情,但是她真的很想去参加冻结。 我应该怎么办? 她问她自己。 她决定向上天祈祷,给她一件漂亮衣服穿去参加冻结。 如果上天把衣服给她,那她就会去。 如果没有,那她会留在家里,看着院子里的果树。 叶线等到她的继母和继妹都走得看不见了。 然后,她坐在鱼骨头前面,向上天祈祷给她一件漂亮衣服穿去参加冻结。 她马上就收到了一件漂亮的蓝绿色丝绸长衣,一条用翠鸟羽毛做的斗篷,和一双用金丝线做的拖鞋。 她高兴地哭了。 她穿上新衣服,去了冻结。 参加冻结的人们看见了她,以为她是一位美丽的公主。 许多男人都想和她结婚。 当然,金和她的女儿俊丽也在冻结。 金想为俊丽找到一个好丈夫。 金和一些年轻人说着她的女儿。 俊丽突然抬起头,看见了夜线。 她对她的母亲说, 看见那边穿着翠鸟羽毛做的斗篷的女孩了吗? 她是不是长得很像我的姐姐? 继母看了看,也看见了她。 夜线知道他们在看她,于是她转身飞快地跑走了。 她跑得太快,一只金拖鞋从她的脚上掉了下来。 她只穿了一只脱鞋跑回了家。 当她跑到家时,她非常累而没有进洞里。 走到院子里,她母亲的坟墓前。 然后,她躺在地上,双臂抱着她母亲坟墓上的果树,睡着了。 那天晚上,继母和继女回到了家。 他们都看到,都看到夜线在院子里抱着果树睡觉。 他们认为,她不可能去过冻结, 所以,他们不再想这件事了。 夜线在冻结的时候,村里的一位农夫也在那里, 在和一些朋友聊天。 离夜线站的地方不远,农夫看见夜线跑走, 他也看见金拖鞋从她的脚上掉下来。 于是,她走过去,拿起拖鞋。 她看着拖鞋,发现她是用金丝线做的。 所以,她知道她很贵重, 她决定试着把拖鞋卖了。 但是,她应该在哪里卖, 又应该卖给谁呢? 她对这个问题想了很久。 她需要找到一个, 不会问拖鞋是从哪里来的妇人。 然后,她突然知道她应该怎么做。 她可以去拖汉, 那是在海洋另一边的一个大国。 她听别人说, 拖汉国王是一个年轻人, 非常强大,非常有钱。 他有很多兵。 农夫还听别人说, 拖汉国王爱美丽的东西, 多过爱人们。 于是, 农夫给了船夫一些钱, 带他过海去拖汉。 路上走了三天, 当他来到拖汉时, 他拿钱给了一些人, 让他们把他介绍给国王。 你是谁? 你为什么在这里? 国王问, 伟大的国王, 我有些东西, 我想你会有兴趣的。 农夫回答, 然后, 他把拖鞋给国王看, 国王看到了拖鞋, 马上就爱上了他。 拖鞋像太阳一样亮, 又像羽毛一样轻, 他不发出任何声音, 甚至在石头上也不会有声音。 国王从农夫那里买了拖鞋, 然后国王想, 这只拖鞋真漂亮, 不知道做拖鞋和穿着拖鞋的那个女人有多美丽。 因此, 他决定找到做拖鞋的女人。 他叫宫里的每个女人都试穿那只拖鞋, 但是拖鞋有魔力, 它会改变它的大小。 所以, 每当有女人试着穿上拖鞋, 拖鞋就会变得比女人的脚小一寸, 因此, 没有一个人能穿上它。 国王没有放弃, 他叫陀汉的每个女人都是穿拖鞋。 王国中的每个女人都一个一个的来到王宫, 试着把拖鞋穿在他们的脚上。 但是, 拖鞋总是比他们的脚小一寸, 王国中没有一个女人可以穿上那只拖鞋。 这个时候, 国王有点生气了。 这个拖鞋是从哪里来的? 他对农夫大叫, 农夫说, 他不知道, 他只是看到拖鞋在地上, 就把它拿了起来。 国王不相信他, 因此, 他把农夫关了起来, 并让他的人向农夫问了很多天。 但是, 农夫不知道鞋子是从哪里来的。 他告诉他们, 他是在吴村的洞节上发现这只鞋子的。 国王最后放了农夫。 那天晚上, 国王没有办法睡着, 他一直在想着那只漂亮的拖鞋, 他需要找出是谁坐的。 第二天, 他集合了他的兵和几艘大船, 他们越过海洋到了吴村。 国王告诉他的人检查村里的每栋房子, 并且让每个女人试穿拖鞋。 如果有女人能穿上这只鞋, 就把他带到国王那里。 他们一次进一栋房子, 他们让每个女人试穿拖鞋, 但是拖鞋当然总是太小, 最后, 他们来到了金和他的两个女儿的家里。 首先, 他们让继母试穿鞋子, 但对他的脚来说, 拖鞋太小了。 然后, 他们让继母的女儿俊丽试穿鞋子, 但拖鞋对他来说也太小了。 这房子里还有其他女人吗? 其中的一个人问, 继母说, 没有。 但是他的女儿回头看了叶县的房间, 那人看到了这个, 他们让他穿上拖鞋。 拖鞋完全和他的脚一样大小。 跟我们来。 他们告诉他, 请等一下。 叶县说, 我马上就来。 他关上了房间的门, 他脱下旧衣服, 穿上参加冻结的衣服, 蓝绿色的丝绸长衣, 翠鸟羽毛的斗篷和金色脱鞋, 然后他走出房间, 看起来像是天上的女神, 说, 我们去见你们的国王。 当他见到国王的时候, 他把一切都告诉了他。 他告诉他, 他的父亲是吴村的村长, 他告诉他, 他死去的母亲, 他的继母和继妹, 和水塘里有魔法的鱼。 他还告诉他, 他的继母杀死了鱼。 天上出现的男人, 有魔法的鱼骨, 冻结, 和他是怎么丢了他的拖鞋。 国王听了这个故事, 当他听到继母杀死鱼的时候, 他非常生气。 杀死一只神奇的动物, 是一件可怕的事情。 国王说, 因此, 你的继母和继妹, 必须死。 但是, 叶献是个好女儿, 对家人十分尊重。 他说, 伟大的国王, 请不要杀他们。 我的继母, 只是想帮助自己的女儿, 找到一个好丈夫, 能让他们两个, 过上更好的生活。 你非常善良。 你非常善良。 国王回答, 你比你的继母更善良, 但是, 我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做, 我不会杀死他们的。 然后, 国王, 国王要叶献成为他的妻子, 他接受了。 他们两个带着鱼骨头回到了陀汉王国, 他们结婚了。 叶献成为了陀汉的王后。 现在, 你们可能认为, 这故事已经结束了, 但是, 我必须告诉你们, 后来发生的事情。 国王仍然对继母杀死有魔法的鱼而生气, 所以, 他没有让继母和继妹, 跟他们一起住在王宫里, 没有给继母留下钱。 他女儿, 能和一个有钱男人结婚的希望, 也没有了。 于是, 金让他的女儿代替叶献做仆人, 这让俊丽非常生气。 他们两个在他们山洞的房子里争吵了起来, 他们互相大叫, 用房子里的东西互相打人。 在争吵的时候, 他们的洞倒了, 他们俩都死在掉下的山石下。 村里的人们把两个死去的女人从山洞里拉出来, 把她们埋在一个叫二女墓的地方。 后来, 村里的人相信两个死去的女人成了女神。 村里人相信女神可以帮助有爱情问题的人。 没有结婚的男人和女人来到墓前, 向女神请求帮助他们找妻子或者丈夫。 有的时候, 年轻的男人和女人来请求女神帮助, 让他们找到女朋友或男朋友。 有的时候, 妻子来这里, 祈祷有一个男孩或者女孩。 叶县和国王住在陀汉, 他们幸福地在一起生活了大约一年。 但国王爱钱和美丽的东西多过爱他的妻子。 国王经常会向上天祈祷能得到金子, 能让鱼骨给他带来金子。 但是到了第二年, 鱼骨头便累了。 或者他们只是不想再帮助国王了, 所以他们不再给他金子。 因此, 国王把鱼骨头和一些金子都埋在海边。 几年以后, 国王需要金子, 所以他去海边挖金子和鱼骨。 当他在挖金子的时候, 发生了一场大风暴。 海水上升, 所有的鱼骨头都被海水带走了。 鱼骨头像羽毛一样轻, 所以在水面上都被海鸟带走了。 几年以后, 国王死了, 叶县成为陀汉的统治者。 她是一个聪明和善良的女王, 陀汉的人们都爱她。 她统治了很多年。 当她变得很老的时候, 叶县坐船回到吴村。 她走进山里, 一直来到她以前住过的山洞。 山洞的前面, 有一棵美丽的老树, 从她母亲的坟墓里长出来。 在树的周围, 都是海鸟带来的鱼骨。 叶县把自己包在斗篷里, 躺在周围都是鱼骨的地上, 把头放在树根上, 睡着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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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